放假了,孩子想吃牛排 咱聪明的爸爸妈妈呀 不要再当冤大头 带孩子出去吃那几十块一份的合成牛排了 咱们呢,可以学着自己在家做 一样的鲜嫩多汁 一点都不硬,口感特别特别好 现在呢,牛肉也不贵 我们这里才25亿斤 今天爸爸买回来一大块牛里脊 这块的肉呀,比较嫩 筋膜也少 做牛排口感会更好 今天买的这块肉呢,偏薄 咱们可以斜着改刀 给它切成稍微厚一点的薄片 大概呢,一厘米左右 如果感觉自己刀工不好 您可以给它动一下 那样就好切了 切好后,咱们用锤子或者刀背 把牛肉的纤维破坏 这样牛排腌好会更入味 口感又会更嫩 牛排想要好吃 腌制也非常关键 先来上一些洋葱丝和姜丝 少来一点小苏打 这样腌出来的牛肉会更嫩 然后来上两包 这个法式黑椒腌肉料 用这个腌牛排,猪排,炒牛柳都特别好吃 今天牛肉呀比较多 我用了两包 咱们戴上手套 先给它装扮均匀,腌入味 最后淋上食用油锁住水分 装匀后呢,放冰箱给它腌制两小时以上 还是老样子 咱吃不完的,用保鲜膜一片片包起来 装到盒子里,放冰箱去冷冻 想吃的时候呀,自然解冻 煎一下就可以 这个牛肉腌出来比较嫩 也比较容易熟 一面煎便色 翻过来再煎另一面 这时候家里有黄油的可以来点 再煎上两片菠萝 菠萝煎一下特别好吃 煎到这样,两面变色基本就熟了 也就一分钟左右 牛排煎出来呢,是全熟的状态 这样煎出来的牛排呀,是又香又嫩 孩子说呢,比外面西餐厅的都要好吃 您也赶紧做来试试吧